全场大小朋友还有在场师傅 跟着音乐动起来 气氛相当热闹 佛光山台北斗场 日前举办2023台北佛光童军团 岁末清智联谊活动 从5岁到48岁 各童军孩子们及家长 超过200多人同堂欢喜庆祝 现场孩子们轮番上阵 在台上表演 家长更是为了孩子们留下美好时刻 童军孩子齐聚 台北道场住持满前法师表示 童军孩子象征智人勇 而佛光童军更实践三好精神 那在童子就代表什么 有智慧的慈悲的勇敢的 所以童子军呢 其实在国教里面的菩萨 就是童子军 那这个也是我们师父呢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 欢乐的童军联谊现场 童军辅导法师卢化法师 也颁发行议童军高级章 以及其他颁奖鼓励 我训练有不支持 而台北童军岁莫联谊 在场全体大咒 也藉由攻读新春旗愿文 预祝彼此来年外向更新 充满无限希望 那就会是陈文席台北场播吧 童子军